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Chat GPT 相信應該有不少朋友已經玩過 可能最近你的臉書啦你的IG啊 或是Instagram啊 有很多人說哎呀這個 這個AI軟體聊天軟體好強喔 好好玩喔我可以跟你問什麼 其實這種東西 那時候Siri有沒有 蘋果Siri出來 的時候大家也就是哎呀 一天到晚跟他聊天啊 講笑話什麼什麼的 這一種這個基於龐大的資料庫所 做出來的這個 語言喔其實 好像沒什麼了不起嘛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好來我先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Chat GPT你只要去Google 這個名字你很容易找到他的官網 然後呢你就可以用你的Google帳號 登入 申請帳號 然後呢他會 發一個這個認證碼給你的手機 輸入以後你就可以直接 用他來 這個使用喔 那我們就可以 用中文 我還可以用繁體中文跟他講 還可以要求他 只用繁體中文回答 好 來我譬如說來 請用繁體 中文 聊天 你看他怎麼回答 好的 請問有什麼 需要我協助的嗎 欸 有趣喔 來 自我介紹一下 好我叫他自我介紹一下 他說你好我是Assistant 是有一個有OpenAI訓練的語言模型 我的知識截取於 截止於2021年所以 如果你有 任何關於更新的問題 我可能無法回答 欸 這講得很老實吧 對不對 請讓我知道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我會請你協助你 這個OpenAI 這個伊隆馬斯克在早期的時候 是有投資的喔 所以算是一個 相當厲害的AI公司 不過 他已經撤資了 他現在在搞 這個 自己特斯拉的AI 有一個那個機器人有沒有 不過 我們常常在講AI 都是在講什麼 車輛的這個 自動駕駛輔助啊 他有很多深層的計算 需要AI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 那AI到底你現在進步到什麼程度 這個Chat GTP 就可以讓你來體驗一下 那很多人在玩這個時候的感想說 完了 我們寫程式的 不是 這個寫文章的人可能會 被幹掉了 怎麼辦 好為什麼呢 譬如說 我們來 叫他 講講 關於 法拉利好了 的歷史 欸 欸法拉利是一個著名的意大利跑車品牌 這是他寫的喔 由賽車手兼老闆 這個 贊尼 贊提 法拉利 於1947年創立 創立 法拉利是 還有零細的一篇 你看 央央傻傻 寫了一大篇有沒有 哇 好厲害喔 欸 如果你是一個一般的編輯 你還不見得這麼知道 一口氣可以知道這麼多歷史 而且 以這麼 簡潔 而且流暢的 文字 把它寫出來 而且我叫他用 繁體中文寫喔 你直接把它 摳過來就直接可以 使用喔 厲害吧 有沒有很厲害 所以 這個 引起很大的震撼 甚至於很多的程式設計師喔 可以叫他說 欸你可以幫我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幫我寫出來 或者是說你把你的程式碼丟進去 幫我除錯 欸這個他做得到 所以 很多人說 哎呀 以後寫文案的啦 這個 這個程式設計師是不是會被他取代了 其實那個我都不擔心 我現在擔心的是 我們這座汽車 我們號稱電視上名嘴 會不會被取代了 好吧 既然我擔心的是這個 我們就來問問他關於 汽車的問題 好不好 來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汽車稍微的 專業知識好不好 那 先比較簡單廣泛一點好了 汽車 有分哪些種類 好不好 有 哪些 分類 然後 動力 裝置好了 與 這個什麼 排檔裝置 有何區別 好不好 好 我看看怎麼 我一次問了兩個問題喔 他說汽車可以根據不同的因素進行分類 其中的一種分類是根據車身類型 通常 汽車可以分為 轎車、跑車、修理車、貨車和巴士等類型 此外 汽車還可以根據大小、價格、性能和用途等因素進行分類 關於動力裝置 汽車可以使用不同的動力來源 包括汽油、柴油、電力和天然氣等 這些動力裝置各有特點 汽車、汽油、柴油、發動機 通常提高 較高的動力輸出 但排放污染物較多 然後 而電動車則沒有排放污染的問題 好厲害喔 這解釋得真清楚耶 你如果問這個問題我搞不好不會想的 這麼周到 這麼 這麼全面性喔 而且這個文章寫起來這個 四平八文 而且你 如果覺得這個還不滿意 它底下有一個regenerate response 我可以將它重新回答一次 看看它第二次回答跟 第一次的有什麼不一樣 喔你看這次它變成 條列式 汽車通常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別 一轎車 通常是四門或兩門小型乘用車 二休旅車 具有廣闊的 貨機空間 通常帶有第三排座位 可供多人乘坐 跑車 通常有較高性能 更加窄長的車身 適合快速行駛 四貨車 設計用於 運輸貨物的車輛 五公共汽車 設計用於 提供公共交付 哇這個 厲害吧 動力裝置你看它回答就比上一次更好 所以有時候你 回答第二次它會考慮的比 上一次更周全 因為 因為這是一個聊天串 就是 譬如說我們在手機使用那個Siri 你可能你問了上次 這個今天天氣怎麼樣啊 然後明天我想要幹嘛幹嘛 但是你在 問第二次問題的時候 它不會跟上一個問題 連接在一起 但是在這裡面我開了一個聊天串 我的前後問題 甚至於回答的答案 它是 會互相參考的 所以它上一次告訴我 汽車有哪些類別 是一個比較籠統的回答法 那這一次呢 它幫我12345 所以你有時候你可以問它 兩次 重新製作 重新製作這個問題 他的答案就還不錯 那這個你就會覺得說 哎呦這個好厲害喔 真的 我看你們這個電視民主 洗洗碎以後不用來了 或是說以後我們那個 上電視節目的時候 那個 旁邊就會有一個機器人 直接 一對一回答你的問題 搞不好講來全面 不會有個人的這種 喜好 講到個人喜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到底會不會有個人喜好的問題 來 我們來問他 最直接的好了 Toyota RAV4 嗨 厲害喔 和 Honda CR V 哪台車 哪台比較好 哇這個問題 厲害了吧 這個對我們都是一個考驗 我們要怎麼回答 來 假設 Toyota RAV4和 Honda CR-V 都是休旅車 均有 較高的空間 較低的油耗 和較高的安全性能 在性能方面 RAV4可以提供 較強的動力 敢嗎呢 喔 但CR-V的操控能力 可能略勝一籌 在價格方面 RAV4可能略貴於 CR-V 最終哪台車 取決於 你個人 需求和喜好 建議你可以 尋找更多有關兩台車的資料 並且依據自己的序右做選擇 他就會給你比較一個 大概性的 為什麼他會講這樣子呢 很可能 是網路上大部分人的反應 是覺得 這台車的好處在哪裡 這台車的好處在哪裡 他會 收集大部分的相關的 反應 相關的回應 來給你一個回答 因為 他的真正的這個資訊 一樣是 2021年 之前的網路 所出現 然後 經過 專家 經過 統整 然後有 很厲害的人幫他去 處理這種文法 出現給你的答案 所以這個算蠻厲害的 但是他有沒有辦法 問一些比較local的問題 或是比較區域性的問題 假設我來問一個 我 我有 好吧 新台幣 50萬 在台灣 能買到什麼車呢 假設我這個問 因為這是台灣的問題 我不知道 他怎麼回答 台灣的汽車市場非常廣泛 他這樣回答 新台幣50萬預算可以買到 很多不同類型的車 現在50萬你半台車都買不到好不好 他說例如你可以考慮叫小的車型或休息車或叫大的貨車 你可以考慮買二手車 二手車就對了 但是他不知道50萬是 多大還多小 對不對 建議你可以找到汽車銷售商那邊了解 你可以在50萬預算也可以買到哪些車型 這種都是一個非常廣泛性的 就是回答你也不能算他 錯 的這種問題 好那我再問一個 真正跟相關的 台灣的這個 汽車 燃料稅 和牌照稅 怎麼計算 與徵收 那好 欸 你看我都是用非常 這個人類語法 自然的語法 問他的 事實上他會先解憶你的語法 然後這樣一個字一個字這樣子跑出來 他說 台灣的汽車燃料稅是按照汽車使用的燃料種類和汽車公里數來計算 幹嘛呢 目前汽油的每公升燃料稅 為新台幣22.5元 嚇死人 你在胡掰什麼啊 燃料稅一公升22.5元 我靠 那我們汽油一公升要多少錢啊 然後財油每公升燃料稅的新台幣22元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啊 他說牌照稅則是按照汽車年齡 和排氣量來計算 排氣量是對的 年齡嗎 好像也不對 排照稅的費率隨著年齡增加而降低 排相越大 這個繳納牌照稅也越高 牌照稅每年收取的必須要在車輛 排量檢驗之前年度檢驗之前夾車 啪啪啪啪講一堆 但是你就會知道你就會發現他根本就是錯的 他可能有一些資料呢是這個 適合譬如說可能歐洲的 可能美國的 可能全世界的 但是他並不知道台灣到底是怎樣 那他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在交通部交通網站上了解 關於排照稅的詳細細節 那我問你你怎麼不會幫我查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他就會 跟你胡說八道 所以總之 他不是一個真正真正的知道很多 區域的東西 你問他 50萬要買什麼車 他也不知道 然後你問他排照稅在台灣是怎樣 他也不知道 他就是一個 回答很廣泛問題的 工具 譬如說 我如果要問他這個 汽車的馬力代表什麼 好不好我們來問一下 這種知識型的 怎麼計算 這種知識型的我相信 他應該就有辦法比較了解 你看 汽車馬力 Hospower減減HP 是衡量器的動力一種測量單位 他表示汽車引擎每分鐘能做多少工作 每分鐘 Hospower 每分鐘跟每分鐘 每分鐘是RPM吧 每分鐘能夠產生多少瓦克功率 其實這個也不太對 我們都講說 多少瓦 多少千瓦 其實他的 國際的單位 他的分母是秒 而不是每分鐘 那 馬力的計算公式 馬力 等於是功率 哇 所以746 746 其實我們在那個 這個 我們的汽車 小教室小學堂裡面 有講 就是 一個馬力 等於一個功率 所以746 這是屬於英制的馬力 那公制馬力 735.5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回答 你可以算他對 或是算他 不對 但是大致上 他會理解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所以說 這個 對於你如果是問這個一般 大致上的問題的話 他可以回答 所以也算是一個很有用的工具喔 好 那 如果譬如說我再舉一個 譬如說前輪驅動 這個大家比較想知道的 前輪 驅動 和 後輪驅動 有何 不同 然後 四驅呢 你看 我們四驅呢 我就是一個很口語的 問答吧 好 他就答案 前輪驅動是指 現在前輪沒有用的 驅動車輛 你看他就 洋洋傻傻回答 而且你會注意到 他在回答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一個一個幫你點出來 他其實是不斷的在 用他的演算法 然後經過語意的 修飾 然後 根據你前面有回答的問題 等等 他會幫你很謹慎的 寫出 這樣子的一小段的回答的文章 所以我覺得算是 相當的厲害唷 但是 剛才就好像講 我們如果理會比較虛性的問題啊 什麼的 他其實就 啊呆啊呆了 好 那我覺得這個 東西 基本上還是可以玩啊 你可以問他一些比較廣泛的問題 知識性 就是說一般大部分全世界人類 大概都知道的 問題啊 你可以很快的找到一個 共通的答案 而且他的回答都 四平八穩的 但是呢 你如果要 個性化 比較區域性 或是比較深切的 計算性的東西 他可能就不 不太會了 為什麼 因為計算這個東西不是他的 專長 他是 他是歸納 很多的數字 很多的 資料的專長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想要玩這個呢 其實他也有 網路 你用手機 上網 一樣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什麼的 他也是可以玩 而且 在手機上你還可以那個語音輸入 對不對 所以你是可以跟他講話 他仍然是可以 給你很好的回答 所以我覺得 很有意思啦 那至於他會不會取代5 我覺得 見仁見智吧 我再考他最後一個問題 特斯拉 電動車 和 譬如說我們這個 現代好了 Ioniq Ioniq 5 哪一台比較好 比較 比較怎麼樣 省電 好不好 看他會不會 兩台車的省電程度取決於許多 因素 包括車身重量馬力車輛的 類型 是指轎車還是修理車等等 對 像這樣子的回答就非常視頻巴文 就是說 其實他可能知道 我們在這個 判斷這個東西的時候會 會 有什麼因素可能很多人討論過這樣子的東西 他說根據官方數據 很酷喔 特斯拉Model 3的減量里程 根據美國的環保署測試為 358公里 而 現代Ioniq 5的 需要里程為480公里 但是這兩台需要里程可能因為 車輛使用的狀況而是有差異 建議你可查兩台的官方數據並根據 自己的需求和喜好都選擇 算是厲害耶 完蛋了 我們好像真的快要被 快要被那個那個 快要被淘汰了 所以總之啦 這個 Chat GPT 你可以上去玩玩看 那當時 當然啦很多網路上 有人在解析這個也出了很多槌 那 但是 大部分你要問比較一般性的 共通性的人類的 知識庫 包含哪些科學家講的什麼東西 他是可以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問他2020年發生什麼事 他也不會預測未來 所以 如果你也玩過這個 Chat GTP 的話 有什麼 很有趣的回答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也可以在底下這個 跟我們分享交流 或是說你有什麼 很想要問的問題 想要我幫你們問問看 看他有什麼反應的話 你也可以提出來 下回 我就 如果有很多很好玩的問題 我再一併回答好了 好啦我是Kevin 希望你喜歡今天 的影片 我要好的這個 自我學習一下 免得有一天被這個 人工智慧給 幹掉了 下回見了拜拜 於是